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兩千好車來一千好車 今天是來估車的片段 曾經是我們來賓的人 最近車子遇到了很多trouble 然後他想說 來找我估估看他的車子的價格 那既然他都來了 我們怎麼可以輕易的 放過他 直接給他 處理起來好不好 他再來了這麼多的公單 欸 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這麼多公單怎麼回事 那我們先邀請他來 Yeah 這個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我拜託喔 就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就要點擊進去 把裡面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 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下面的連結 點開以後呢 填喜歡表格 我們馬上就要輪到你 Yeah OK的吧 還OK嗎 我有點不太OK 這次終於會OK了吧 好像是貨車直接扒到你對不對 對對對 那下來是那種標形大 他就哇 他已經說 他的車子的水箱 照來留在你的車內 這樣子塞進去喔 對 他那個SATA 整個都合上去了 這又不見了 欸 其實我看影片 其實好像沒有怎麼樣 南宮站耶 歐洲車耶 請到喜歡有出道錢嗎 沒有啊 還好沒有出道錢 對對對 那我可以大膽出駕喔 喔 來啊 大膽出駕喔 來 2017年的車 按慣例先看一下車頭 貼紙板換過 喔 月板換過 唉唷 這裡也沒有貼紙喔 欸 這裡也換過喔 擋不住喔 兩個喔 好 引擎蓋 原廠了 原廠了 沒事沒事 圓圓的 OK OK 這個是你加裝的吧 喔 對啊 我自己黏上去的倒水條 喔 倒水條 OK OK 窗簾是自己加的嗎 欸 對 自己加的 有加分嗎 你猜 千萬加個五百塊有沒有 誰還用窗簾啦 影響視線 整體來說 內裝的完整度是滿高 只是東西多了點 欸 對 我們處理座的 一定乾淨 沒煙沒有那種髒污的感覺 因為之前有介紹過你的車嘛 會在車內睡覺嗎 對對 這是我們工作室的小貨車 看不知到後座 平常是完全沒有在載冷的 你都怎麼睡 喔 我把前座往前推之後 我這邊有個床板 等一下攤開 就可以睡了 睡在裡面的時候有沒有開冷氣 沒有啊 就直接吹電摩扇 那這樣很好 如果我們一直在怠速的話 很容易忌嘆 這應該沒有 有沒有加分呢 車價加分 我們先來看扣分的 再看加分 我娘為 我娘為喔 因為我們這Xicoda的車子 聰明的就懂 對 對不對 來的都是聰明的 沒錯 這個熬率我一看就知道 好像太新了啦 這裡是原廠的 葉子板是原廠的 嗯 代表沒有問題 這裡也是原廠的 我很擔心後面撞到一般 葉子板會切掉 我要看一下備胎式喔 我要等下來喔 我看一下備胎式喔 之前我有拍過你這台車子的 影片對不對 對 你那時候有跟我說 你屁股有A到嗎 他曾經在我入手之前 被上一陣車子撞過了 追尾啦 因為我看那個備胎式 好像是有換過的喔 你這分下去又看得到喔 因為他後面 他有做一些防鏽的痕跡 會影響到你的車價 我們以電行化切的標準來看 這就比較像是 有事故的車子 但是你買的時候 我最有比較便宜嘛 對 他已經有折駕過了 那這樣就還可以 那現在來看17年成 你有沒有想怎麼賣 我覺得 一句話啦 80萬 喔 讚 我是說新車的時候啦喔 我最近也才掛了 七八萬塊做個整理吧 應該有個好價格吧 車子有壞掉嗎 怎麼換七八萬塊 就是我們渦輪漏點小油 頸腳有點正耶 大概這個車子呢 2017年現在跑 公里是多少 現在9萬出而已 因為現在的車次來 歐洲車的價差會稍微大一點 加上這台車沒有什麼主被動安全吧 中午上的收購價可能會在 15至20萬左右 怎麼損這麼多 這個聰明的就懂 我告訴你有更聰明的選擇 因為今天你來了 我們不能讓你空手而回 直接換車 雖然沒有帶事業線來 但是我們不能 厚紙薄筆 一般女生來 我就直接送 但今天是你來 我讓你挑 給你打口車 哇啦 你現在有沒有打算要換車最近 我們每天都想著要換車 可是就是苦於沒有 寫錢啊 換車需要什麼你知道嗎 說要錢以外 還有什麼 要衝動 我先帶你去體驗男人的衝動 我帶你去開開看 差不多年份進口車 BMW跟賓士 男人的夢想 我們去試看看 如果有反應有沒有 有反應的時候 等一下就寫一寫 出發出發出發 你要忘掉你開始勾打的所有方式 因為這個不是雙泥油漬變速箱 這個是巴素的ZF變速箱 不會有乳行頓挫的問題 行動質感也非常好耶 這整個就是很紮實 我們包著一個鐵塊椅的感覺 這種車子的感覺 路感應該跟你的Skoda 會有點不大一樣 我覺得好像有種像貼地飛行的感覺 因為像我們是天天都開 這不一樣的車 我們不會感覺那麼明顯 但是因為你天天都開同一種車 你就會很明顯感受到路影的不同 而且這台是有搭配M Package的 方向盤是M的 然後你的座椅是有腰夾的 還有一個不錯的地方 就是這台車輪是17年改款後的 所以它是使用B48的引擎 問題比較少 它現在一定要不能入檔 因為你要按P檔的話 你要按P 哦 按P 現在入檔要按側邊這個按鈕 按下去這個側邊按鈕 你再推檔才能進入這樣 它就線傳 它跟我傳統排檔感差很多耶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它有盲點偵測 車道偏移機式 然後防重預警 這個都有了 哇 但是就沒有ACC啊 這個是沒有ACC的 沒關係啦 ACC 我們可是人偶ACC 因為我看你開車的時間應該也蠻長的 我一直有定速可以開啦 哦 雖然是這個車是無窗礦的設計 可是不會感覺隔音很差對不對 它隔音很好 難怪以前我們那一輩的 算是長輩嘛 他們都說雙低真的是 男人這輩子都要嘗試過的東西 踩快一點沒關係 大力一點點 這樣呢 再再來再來 哦 哦 有嗎有嗎有嗎 貼背感 哦 這個貼背感真的好明顯哦 對對有啦 因為那個是1.2的嘛 對 渦輪 啊這個是2.0掛渦輪的 哦 然後它的動力表現就不太一樣 可是它一樣有 TurboLag耶 因為畢竟是渦輪車 但是這個是因為它是在D檔 那如果我們切換到Sport檔的話呢 它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表現 它會比較Hold住那個動能的感覺 對 它給速度來得更快耶 是是是 好啊重點是這一台車子呢 我跟妳說 大概跟你那台新車現在是差不多錢 當時的價錢 現在大概我們公司差不多是在80萬左右 80萬 這行車大概快要247萬 它其實價差也很大 它已經了掉100多萬 哇 我這車主也了下去哦 這就是進口車比較正常的一個折服啦 我那個光是買二手 我了30萬我都快哭出來 你覺得動力可以嗎 我這輩子開過第二次歐洲車就是這台 我覺得非常的棒 這個是420 這台車是在4系列裡面來看 算是小地底 上面還有428 430 那我等一下帶你去感受另外一台車 B&W我們開完以後 我們再看看賓士 去開一台A-Class A25 那算是比較偏向性能車一點 OK 那我們就出發試開好不好 去試開 走 出發 GO 這個車的變速箱就跟你的車一樣 是使用雙離遊戲變速箱 所以稍微會有那麼一點點的頓挫 在低速度行的時候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開車的方式 不用特別去切換 因為它的排檔是這種所謂的天排 就是說它是在這個排檔桿的位置 它不是在中間的 對啊 中間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塊哦 然後這台車選配比較多 所以跟車什麼的都有 通風座椅也是選配 360度環境 然後全景天窗 這個車就跟420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比較物門的車型 比較緊湊 它比較小 我覺得這應該是梅車吧 跟妹子近一點比較好 哈哈哈哈 現在直線我們可以稍微加速一點點 沒關係 感覺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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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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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著我踩 許狗達習慣這樣踩 就突然就爆衝出去耶 因為這個車的動力 又比420更多了一點 哦 可是我是覺得說 比起剛剛的微音啊 座椅的質感啊 好像沒有那麼好 不像剛剛B-Ring有一種 我們像包在鐵塊裡的感覺 哦 B&W 是比較運動取向 就是它完全非常符合 駕駛人熱血的設定 那B-Ring是主要內裝 我覺得是比較奢華 這在晚上的時候 它甚至會有氣氛燈 我是覺得它的Auto Hold這樣的設定啊 有一種駕輕就熟的感覺 這個超有用的 那這個行路質感你喜歡嗎 我覺得它坑洞的處理 好像沒有像剛剛B-Ring的 這麼沒有感覺耶 但我要跟你講 這就是A-Class跟這個4系列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4系列呢 比較偏向是大概是C級距的車子 所以它的設定上比較運動型 它可能在這個細膩度上的質感 會有一點落差 那這台車架是如何啊 這台車架大概會比原本的4系列再貴一點 因為這台是1819的車型 內裝是新款的內裝 那加上這台車子其實要選了2-30萬的配備 所以這台車的中古車架呢 大概是在110萬左右 它還要110萬 那加上這台車子其實要選了2-30萬的配備 哇哦 所以感覺完全不同啊 而且重點是它冷氣的觸風口 是我喜歡那種遊覽車的觸風口 什麼遊覽車 渦輪 渦輪觸風口 這遊覽車 有Sport模式嗎 有有有 等一下也可以幫你切成 但沒辦法你可以切成Sport 現在是Sport模式了 這個好熟悉的感覺哦 它會一直Hold住那個 因為它是雙離合的 所以跟你的車會有點像 光是它那個轉速聲音 就哇 很熟悉耶 實現的時候我們再補遊覽 來吧 補起來 我們現在時速都在40級而已 它就貼背成這樣 它起步剛剛打滑了 你有沒有發現嗎 速限內就這麼恐怖哦 就是它起步如果你補太大 它就抓不住了 抓不住啊 如果有拍到這個儀錶板 我們剛剛真的40級 我就整個這樣 好貼耶 完全不能用開 我那台小車的習慣來踩它 這台是2.0掛渦輪 然後這部小台 等於是說它把 比較大的心臟 塞到比較小的車子 它這是AMG嗎 這是AMG的 這台車有改過晶片 所以它有Blavers晶片 加了30匹的動力 原廠Blavers 並是御用改裝廠晶片 所以這台車的動力 大概有接近 300多匹左右 300多匹 對 300多匹 現在Sport檔所以它會Hold住那個檔位有沒有 哇 然後再輕輕補一下也沒關係 再補一下感覺像那個 那種貼背感 隨便輕輕補都有貼背 對對對 重點是時速現在30幾個 因為它會一直Hold住 它如果你隨時都要出發了 你又衝了這樣子 不過我們還是給它改回Dynamic 好 完成 Comfort 好Comfort 舒服模式 剛剛是運動模式 舒服模式 對對對 能動能靜啊 OK了吧 OK的啦 兩次不OK 這兩台你感覺哪一台你比較喜歡 要接哪一台啊 你講 那這台多少錢啊 剛剛說110嘛 剛剛那個比較便宜 剛剛那個80 我覺得我還是繼續開我那台小小車就好了 不行 我現在就不能放你走 我等一下讓你買單 在你買單之前我先去買單 難得來桃園我們先去吃飯 雖然你以前住桃園 那我帶你去吃飯 OK吧 豆哥 OK的啦 目前怎麼樣 車子式的如何啊 雙逼的質感 我覺得很喜歡 可是我平線有論 你好像比較喜歡賓士喔 喔 對啊 確實 你好像比較喜歡賓士喔 賓士他有說他一度心動的感覺 我已經聽到了 沒有把你餵飽以前 我看你可能不會輕易買單 所以我今天就先帶你來我朋友店裡好不好 我們先來吃一頓 可以嗎 OK啊 先來吃一頓 到時候我們吃完再談 這一單我會買 等一下回去那一單 你自己吃到怎麼辦 那我們就邊緣的美食家 成功了 還沒吃啦 還沒吃 走 OK 我們準備開始吃起來了吧 肚子餓了喔 可以了喔 平常都這麼猛嗎 平常就差不多是這個食量 一餐大概飯前的設定目標都多少錢 越擠越好 不然真的是沒有錢 OK 那這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啦 洗鍋子 對吧 自己在清埔這邊的一個美食 如果有吃辣的話 我們的招牌鍋是 喜歡奶麻鍋 那如果不吃辣的話呢 這個藥膳鍋也算是我們的 蠻招牌的肉 每一鍋都有一個專屬的藥包在裡面 然後我們越煮越甜 當初我也是很喜歡用車子啊 那個時候就是剛買車啊還是小白 然後後來才發現哇靠原來這麼多事情有了解 對啊 好前我第一次買車是買到那台 虛擴大啦 雖然說過程也許不是那麼開心 這很多故事給賣了 這很多故事啊 有一家車行他標榜車子賣給他 他一定會先過戶 對 結果我去買的時候他沒有過戶啊 他是直接從上一戶 放到下一戶給我 所以我都拿到上一個車主的資料 不然他原價那台 五十一萬八耶 沒有他保固要簽字嗎 對啊 可是那個原廠保固啊 原廠保固好像加五千塊半年 欸那你自己覺得這個是行的同能嗎 原保固給人給你 然後要加錢 我就行的同能就對賭啊 OK啦主動 現在我們算是吃飽了吧 這次車子的顧價滿意嗎 我當然滿意啊 配上這一箱應該非常滿意吧 我覺得配上這一箱非常滿意啊 大人今天也許就這一餐就好了 今天吃飯也吃了對不對 等一下這邊幫我簽一簽 就沒問我們吧 你要幫我押去簽名喔 阿文啊 好啦那今天也感謝主動呢 陪我們來桃源一個合作啦 對對對 然後呢也帶他去試開了兩台車子 應該算是好玩吧 我有個圓夢的感覺 有嗎 有先有圓夢 下次我買到更厲害的箱子啊 來沒有你 這是阿格莉來開寶石機的 下次我再買到寶石機的時候 一起來開開看 好啊走吧 好不好 感覺一下 看一下哪一台比較OK 等你揪了 OK那今天也感謝主動來玩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或分享 如果想來還有其他更多關於中午詞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 感覺中午詞 那如果想吃火鍋的話呢 就來我朋友這邊的洗鍋子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 這是你的貨王 我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